乐天女孩啦啦队成员 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林湘 今天下午和Kimi 张雅 韩 芷玲 一起出席了公益活动 但林湘不免被问到自己最近的话题 也就是16岁时的青春照片被翻了出来 遭到网友们说真的差很多 但你听她的回应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正向的 因为一直你说又有人了 所以代表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做这件事情 只是我刚好这次有看到 对然后就想说 其实变美的方式有很多种 除了就是外表上的调整啊 那你也可以努力的借糖借奶 把自己就是喜欢食物借掉之后 然后隐私控管 然后好好的健身 然后多学习上很多课 像我也是上了非常多课 让自己变得更有知心 这也是变美的一种 一定是有啊 当做这行人 旁边都是漂亮女生 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 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 就是一直去调整 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 对啊 我本来就没有很避讳 虽然是对这件事相当坦然 林湘也说 第一次对外表的调整 就是在20岁戴牙套 现在非常满意 总共加起来 大约花了将近七位数 另外即将迎来的圣诞更跨年 她也透露了在安排工作 也有接春酒尾牙 心智人表示 43人目前 以及接到了 二三十场工作这么多 拉拉顿女生 人气真的相当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